唐英年度訪元朗東頭村 受村民熱烈歡迎 他又到幾間村屋 了解原居民的生活環境 就解決僭建問題 他表示大家要以和為歸 同心解決問題 以和為歸的精神 大家是可以誤點 傾到點 以基本法為依歸 以基本法為基礎 所有問題 我們都能夠放在桌面 好好地和和氣氣地討論 至於有什麼實際的解決方法 他認為要平衡各方利益 又表示希望各界 可以尊重原居民的權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